下面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项目的index.html这个文件 这里我们可以直接在编辑器里面去修改一下 我们用编辑器打开这个文件 然后我们可以去修改一下html标签的一个语言的属性 这个属性表示网页使用的语言 现在是en 我们可以把它改成简体中文 zh-hans 保存 回到终端 然后我们可以使用git status去查看一下 这次提示说 changes not staged for commit 这里有一个需要的提交的修改 但是还没有把它放在暂存区里面 modified修改的文件是index.html 想要去查看一下这个文件在修改前还有修改后的一个区别 我们可以使用git diff这个命令 diff应该就是different或者是difference的一个简称 在它的后面我们可以加上想要查看区别的一个具体的文件的名称 那么如果不加的话 会显示出所有的修改文件的一个区别 我们输入git diff 加上文件的名称index.html 这个命令呢 会去对比index.html这个文件 在repository里面的版本 跟现在的工作目录里面的版本之间的区别 那么这里显示的就是 去掉了这个htmlline等于en 加上了一行htmlline等于zh-hns 那么虽然我们只是修改了这个lang的属性的值 但是对于git来说 它是一行一行去对比的 git会在这里面给出修改前后的几行代码作为参照 下面我们可以去把这个修改去添加到一个暂存区里面 用git add 加上这个文件的名称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查看一下状态 git status 显示一个要提交的修改 然后再用git diff去查看一下区别 这次并没有什么显示 那么因为我们已经把这个修改添加到了暂存区里面 所以这次比较的时候 会用暂存区里面的东西跟工作目录里面的东西进行比较 下面我们再去修改一下这个index.html 在这里我们可以去给这个文档去添加一个viewport的一个meta标签 在这里 我们可以使用admet插件提供的一个快捷的方式 是meta冒号vp 这个标签可以让文档针对移动设备进行优化 你可以参考您号网的响应式网页设计这个课程 保存一下 再回到终端工具 下面我们再去查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git status 你会发现暂存区里面又有了一个修改 来自index.html这个文件 另外还会显示有一些修改没有放到暂存区里面 这个修改同样是来自index.html这个文件 这是因为我们第一次修改了line属性的值 那么这个修改已经放在了暂存区里面准备去提效 随后我们又去修改了index.html这个文件 去添加了一个新的meta的标签 这个修改还没有去添加到暂存区里面 下面我们可以再去比较一下工作目录里面的一个区别 用git diff diff 这里的对比的结果就是暂存区里面的东西跟工作目录里面的一个对比 如果你想比较的是repostory跟暂存区里面的东西的话 我们可以去使用一个stage的一个选项 输入git diff 加上一个stage的 在repostory跟暂存区里面 index.html的区别就是这个line属性的一个值 我们先去提交一下这个修改 用git commit 加上一个-m的参数 再加上这个提交的一个描述 修改了index.html的lng属性的值 为zh-hans 然后再去看一下当前的状态 git status 显示这里还有一个修改没有提交 我们用git add去添加这个修改 后面加上添加的这个文件index.html 然后我们可以再去提交一下git commit 加上一个-m的参数 添加一个描述 下面我们再去查看一下提交的日志 用git log 现在这里会显示出三个提交的信息 我们再去查看一下 出来的 感谢观看